但是呢我觉得要聊到这娱乐圈这分分合合啊 你说离婚的这个艺人呢 哎有一个习惯好像离婚之后喜欢去外地 比方说国外张博之呢不开心就去国外转一圈 啊你连这个规律都分析出来了 然后李亚鹏你觉得呢 离婚以后虽然说兴起我们从表情上面好像没有说看到特别多的影响 但他最近呢去云南忙了一圈 是的我们只能说可能最近他不把这个心情放在他的感情生活上 比较注重他的工作上啊 最近呢李亚鹏发起这个co-art艺术展 又是义脉又是演出搞得是不亦乐乎去看一下 在震耳欲聋的哈林摩托生中 李亚鹏 姚哥和来自各个地方的机车爱好者们 骑车缓绕在了舞台边 很多男生都有一个骑着摩托车在公路取程的梦想 李亚鹏也不例外 那时候拍一个广告大概挣1500块 然后买了一个机车的哈林的那个腰带 买了一件T恤就把所有钱花光了 然后是到了2003年买了第一台 第一台汽车 选择在丽江的树河古镇发起这场车友聚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天气 连李亚鹏都忍不住突藏了起来 明年车在这边很短 而那天北京露霾的天气 让我们行销地去骑行 然后我们坐在一起开始聊 我们应该去哪儿骑车呢 对 不止如此李亚鹏更邀请到了圈中许多爱好艺术的好友 来到树河古镇做慈善 在邦邦麦的活动中李亚鹏女儿李烟所设计的明信片 T恤 手机壳及环保袋等产品也参与了异卖 年仅7岁的李烟 想想年纪就表现出卓越的绘画天赋 T恤上可爱的老虎 稚气十足 大人就是一定是让他 没有任何限制的 让他去天马行空 让他去自由飞翔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的 所以说我看到他画的 我自己买了四个他设计的东西 而当天一卖的项款 全部会纳入燕燃天使基金 我们这个燕燃天使基金专门 他们做这个事 经过修复 娱乐新天地爱心好温暖 云南采访报道